其實從漢光四十號演習開始宣佈 就不斷地強調說 這一次沒有劇本 所以一切都是完真的 然後不是在擺拍而已 其實從這樣子的一個表述內容 它本身其實就是一種秀 清晨四點新竹空軍基地 換向兩千站激烈的起飛 飛往花蓮加山基地 五天四夜漢光四十號 時兵演習正式展K 空軍各型戰機起飛戰力保存 多架F-16戰機掛彈移動戰力保存 經過號戰機以及C-30運輸機 也依序降落台東制航基地 難得震撼畫面 一早就吸引不少軍事迷強拍 來拍飛機16經過號 宜蘭蘇澳軍港塔江艦 副江艦等多艘艦艇接連出港 台東更有載著天空飛彈的部隊 移動尋找機動佈置點 漢光四十號演習這回 強化全天候作戰能力 國防部強調有劇本但不劇透 預估會更接近實戰 演習的特色就是我們預警時間很短 只能以現有的部隊做應戰 各部隊各自為戰都在實施反擊或 反空降作戰 尤其為了防範戰時遭到敵方封鎖 漢光將首都在花蓮港演練多年 未實施的境外物資接轉 即交通運行管制科目 要確保戰時原台戰略物資能順利抵達 戰時的時候我們台灣是一個孤島 可以有機會對外通聯的 就只剩下花蓮蘇澳這兩個港口 海軍會在這個時候開闢一個安全航道 讓原台的物資可以進入 這次漢光也特別強調 夜戰訓練要提升官兵24小時 不間斷作戰能力 對下一階段的科目和演練動作 全程保密 要測試官兵應變作戰能力 但面對凱米颱風來勢兇 若颱風登陸漢光演習勢必受到影響 颱風來的話演習勢必就是會暫停 部隊可能沒有按照原來的作戰計劃來演練 國軍官兵附有救災的任務 台海關係緊拨之際 漢光演習中的實戰科目再升級 而面對解放軍巡演步步逼近家門 國軍演練設想勢必得嚴正以待 大家好 我是報告人陳鳳馨 其實從漢光四十號演習開始宣布 就不斷地強調說 這一次沒有劇本 所以一切都是完真的 然後不是在擺拍而已 其實從這樣子的一個表述內容 它本身其實就是一種秀 這一次漢光演習 有兩個特點就已經說明了 它的演習跟作秀之間的強烈關聯度 我要先為大家說明 大家如果注意到的話 你會發現到在烏克蘭戰爭這件事情上面 台灣其實一般民眾 以及民進黨政府所得到的教訓 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教訓 對於我們一般民眾來講 就會覺得烏克蘭這麼慘的一個悲劇 現在打了兩年半 眼看著很可能就要被迫坐上談判桌 然後被迫擱地求和 但是這是一般民眾所理解的烏克蘭的悲劇 那麼曉得說我們其實在政治上面 要小心注意 不要逼到那一個戰爭時刻的發生 但是民進黨政府所學到的教訓是說 烏克蘭你看這一批演員 導演 然後劇作家 然後再加上電影的這一些相關的製作 你看他們把烏克蘭的認同度 自己內部的認同度拉到多高 所以即便在戰場的前線 都必須要拍攝那一種具有聲光效果的電影 配上好的配樂 然後激勵人心 最近過去這兩年多的時間 我不知道大家在國際新聞上面 看到多少則的烏克蘭 他們官方的那種拍出來的 宣傳的這一些戰爭片 那麼其實讓很多的非烏克蘭的民眾 覺得烏克蘭的這一個 整個戰爭打得好啊 一直到最近才覺醒出來說 哇 原來烏克蘭是節節敗退 可是這些民進黨政府的官員 他們認為 哦 原來拍電影 原來擺拍這件事情 是真的能夠改變認知作戰的一些思維 所以他們學習到的教訓就是 拍電影 拍宣傳影片 所以他表面上說不作秀 但事實上各式各樣的擺拍 各式各樣的秀 影片 其實是遍布全台灣 而且他這一次呢 漢官演習當中有第二個要求 叫做建軍率 就是看到軍隊 軍人 軍備武器的比例 其實這個建軍率呢 是從治安當中的建警率演化來的 於是呢 其實他就出現了很多的荒謬的場面 我們來看一下幾個荒謬的場面 比如說像是在昨天有一個場景 說因為天氣不好 所以F16都不起飛了 結果沒想到呢 突然之間三架掛彈的F16呢 他就開始突然發動了 但發動了 然後到了那個起飛的那個點的時候 就突然停擺了 那不熄火 那停擺在那個地方 然後說是要演練緊急升空的狀況 那既然是緊急升空 就應該是到了位置點 就要緊急升空啊 然後他不熄火等了40分鐘 一直到賴清德的車隊 到了現場之後呢 他才升空 請問他這不叫作秀 什麼叫作秀呢 有什麼樣的緊急升空 可以讓你的飛機在跑道上 不熄火等待40分鐘呢 你要知道在戰場上 不熄火在跑道上面 光是那一分鐘 你可能就招來對方的飛彈攻擊了 不會有飛機在那邊 不熄火停擺在那個地方 時間長達40分鐘 那那個叫作演習嗎 不是 他其實要的就是那個畫面 那個畫面就是賴清德清零視察 然後呢 這個F-16呢 表現出那個緊急升空的 各種演練的這一些項目狀況 200多位小朋友在屏東街頭 開心向路過的國軍車隊 狂會國旗 高喊加油 關閉也在車上回比讚 漢光演習40號登場 第四作戰區基部第333旅 多輛預報假車 浩浩蕩蕩往戰術位置待命 但尷尬的是 小朋友加油才喊完 站假車引擎卻不給力 直接拋錨 全副武裝的阿兵哥 搶修引擎裝備 後方士兵持槍警戒 誰想得到漢光才第一天 雲爆假車先 蠟雜出包 也利用這機會驗證一下 後勤保修的能力 另一頭換向2000列隊升空 飛往花蓮加山基地 三型主力戰機 和C13洞運輸機 黑音直升機 也依序實施戰力保存 震撼畫面就吸引大批軍事迷搶牌 警報聲音響 中部七線失效一點半 准十萬演習 人車趕快找地方避難 民眾更受到中華民國 有史以來第一次飛彈告警簡訊 是有一點警惕的動作 第一次看到是在上班的時候 覺得怪怪的 這趕快看其他的地方的資訊就發現 真的有火箭的 飛彈或者是火箭 等到你雷尬偵測到 會攻擊某一個地點的時候 這時候可能剩下的時間就不多 或許只有一兩分鐘的時間 民眾僅決心有待提升 但更迫切的恐怕是 凱米颱風若清台 韓國演習勢必受到影響 國防部說必要時 演習將直接轉成救災 國軍在颱風來的時候 本來就附有救災的任務 就算是演習到一半 實施救災 我覺得也是必然 儘管漢國演習首日就突起 但面對解放軍步步禁閉加盟 全民國防勢必得嚴正以待 雲爆戰車其實在陸地作戰來講 確實是我們現在很重要的 主力武器之一 雲爆戰車一啟動之後 旁邊幼兒園就開始鼓掌歡迎 請問一下雲爆戰車 如果要開始啟動 真的是戰場上的演習的話 幼兒園早就應該要好好的疏散 而且甚至要做很好的安置了 怎麼還會有幼兒園在雲爆戰車要經過的 馬路上面拍手鼓掌歡迎 所以他反映出來的是 這一次的荒謬性 他的荒謬性就表現在我剛剛所說的 第一他需要各式各樣的畫面 要有這個軍事演練的畫面 他要有人民跟軍事互動的畫面 他要有賴清德以及各級長官 然後跟軍事互動的畫面 這些畫面最後剪輯出來 他必須要轉換成為一個認知作戰的影片 所以他本身的作秀擺拍性 就已經是拉到最高點了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他表現出來那個認知作戰 希望全台灣都動員起來 都必須要去思考說 哎呀戰爭就在眼前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要 做足所有的準備 在過去的漢光演習 跟一般民眾的關聯度是非常低的 因為過去的軍事演習的目的 他是希望能夠在空中 在海上 在登陸之前 就完成所有的這些戰爭的工作 他不會到城鎮的每一個街巷裡頭 跟每一個人發生關係 但這一次的演習恰恰就說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戰爭不但近在眼前 而這戰爭近在眼前的背後 當然是因為政治上面的影響 那麼更重要的其實是 他的戰爭已經深入到每一個巷子 這裡面當然就會出現各式各樣的 就是剛剛我除了講的擺拍 還有就是因為他深入大街小巷 他就會跟一般民眾的生活 產生摩擦 產生衝撞 各種的情境 荒謬句 比如說雲爆戰爭跟車子之間發生差撞 然後雲爆戰車控制不當 導致把車子擠壓到邊邊 這樣子的一些情境 或者是說可能有居民在釣魚 突然之間被包圍 類似像這樣子的場景 他就凸顯出來 一般民眾還沒有做任何的戰爭準備 什麼戰爭準備都沒有 但是民進黨他很清楚知道 他的政治上面的表述方式 讓戰爭已經在我們的家門口 就在我們的家門口 在我們的窗戶外面 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的每一刻 目前正就此進行溝通 希望能夠妥善協商 解決相關問題 只要承認一個中國原則 回到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上來 兩岸對話交往才不存在障礙 針對立院決議要求解除禁團令 民進黨稱仍將是兩岸互動情況 滾動式檢討現行政策 對此大陸國台辦強烈回擊 民進黨當局罔顧民意 遲遲不解除禁團令 是在粗暴地剝奪台灣民眾的正當權益 嚴重侵害台灣旅遊業界的利益 面對賴清德全代會喊話 米南語為台語追溯 源頭是河洛化 國台辦發言人特別雙聲道來回應 美國總統大選牽動台海局勢 面對美國前總統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 日前表示台灣如果要美國保護 必須支付防務費用給出回應 民進黨當局甘當棋子頑固醫美謀獨 無原則無底線的切靠銀河外部勢力 在賣台害台的邪路上一條道走到黑 棋子最終只會變成棋子 川普向台灣靠晶片賺很大 應該要向台灣收保護費 國台辦喊話 民進黨該調整親美政策 避免將台灣推向險境 李克人疑似的漁船翻覆事件 其實是兩岸在交往的過程當中 極為不幸的一件事情 但我之前已經是多次的跟大家說過 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台灣它要負的責任 其實比例是非常高的 當然這裡面牽涉到了碰撞 然後導致的翻覆 以及在救援上面 一定出了很多很多的問題 但到目前為止 其實真相還有很多不明的地方 那從2月14號一直到 經昨天為止 原本好不容易經過了 將近半年的時間 那麼經過了15輪的談判 那麼已經是達成了共識 那我們應該要道歉的 應該要賠償的 應該給予的撫慰 其實大概都已經談得差不多了 那麼目前在司法上面 調查的進展在金門有所宣布 但非常可惜的是 因為颱風的關係 所以從泉州 然後到這個金門的 所有的這一些船隻 都是禁止航行的 因為這裡面當然牽涉到了 這個風浪過大 那麼這件事情就被耽誤了 但其實台灣這部分 所有的相關人都已經到了金門 然後待命 當然這件事情 只能說它好事多磨 當然我覺得這件事情 凸顯了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覺得 其實台灣現在在政治上 很多的表述 不管是在民進黨的拳代會裡頭 或者是國際上面的一些事物 它都凸顯了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還在衝撞 可是北京是希望能夠促成和平 這個和平是既有在其他的各個地區 不管是在烏克蘭 或者是在中東地區的和平 更重要它是希望它的周邊 都能夠和平 所以中日中非 其實跟北京之間 最近其實都有很多的 關係上面的進展 以和平為基調 在兩岸之間 那個和平統一的基調 是沒有改變的 但是台灣那個衝撞這件事情 會不會最終使得北京被迫 必須要翻臉的那一刻出現 在那一刻出現之前 我相信北京會做所有的努力 而這一次的0214能夠達成共識 就兩岸之間 終究還是有一些有利人士 能夠發揮它的影響力 達成那一個和平 最後有一個協議 這件事情當然是一件好事 我們也鼓勵這樣的事情 繼續的發生 但也必須提醒在政治上面 其實它的攻擊衝撞 其實還沒有真正的解決